摆盘又很精致的东西 会有自己回家也摆盘的冲动吗 并没有 并没有 吃就好了 就好吃的话 就是用味蕾去感受就可以了 好吃就应该把它塞进肚子里 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的对 这个也是非常谢谢哲瀚 给大家带到了这样的一道DIY制作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在家 copy一下哲瀚的这个制作方式 或者呢 大家自己有更好的这个创意吃法 也可以参与到我们官方发起的 我们的新奇灵感吃法互动的这个互动当中 带话题 tag at我们的新奇灵感点亮时刻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微博 或者抖音上面来at徐福记 官方微博或者抖音号 还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惊喜福利哦 那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好啦 那么刚才我们制作完这样一个 创意的吃法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送送福利了 我们要再重复一遍 怎么样来送出这个福利啊 在所有已经在礼盒当中 下单的宝贝里面 我们要抽取 先抽三位 我们来送出我们前面的 一套我们的人形立牌 这套人形立牌 哲瀚你之前看到过吗 就自己有看到过自己这套人形 没有刚刚跟我对台本的时候 我的心想 太夸张了 送人形立牌放在家里 爸妈还吓死了 但是那个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送得出的话 粉丝宝贝应该也会疯狂想要买到 他们应该会考虑一下 你们会考虑一下吗 粉丝宝贝 对然后呢被爸妈 小心被爸妈按到床上 不会 他们说想要的 1米8的人形立牌也是想要的 果然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告诉我们已经下单礼盒的粉丝宝贝 我们这一波的这个截屏口令啊 待会呢我们被截中的前三位 已经下单礼盒的宝贝呢 我们将会获得我们这一套人形立牌 那我们的口令就是 徐福记张哲瀚 跟刚才是一样的啊 宝贝们现在可以弹幕去刷起来了 如果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宝贝 也不要着急 我们紧接着这一瓶 我们三位幸运的宝贝抽完之后 我们紧接着还有一个五位的抽奖啊 也是在我们礼盒下单的宝贝当中 所以如果还没有下单的话 现在还来得及哦 有时间可以点开左下角的购物袋 好那么我们现在请哲瀚来倒数好不好 现在给大家几秒钟的时间刷屏吧 徐福记张哲瀚 对徐福记张哲瀚 我看到有很多粉丝宝贝你刷起来了 但大家可能网络有点延时 我们再给大家三秒时间吧 好三二一 这么快的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前三位啊 第一位我们恭喜来看一下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一位是周而不比身如飞絮 第二位小淘气之宝 第三位应该是Ceryo824 恭喜这前三位宝贝 来我们向老师给到一个特写画面 我们中奖的宝贝呢 自己也截图一下 然后带着中奖截图 去联系我们是附近天猫旗舰店的客服 留下你的新名电话以及收获地址 我们会最快的时间把你的礼物给你们寄出来的哦 一整套桌面上的一整套我们的人性力牌 好稍等我这边呢也是 刚才的那个大家应该都有截到了吧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 大家可以刷屏不要停 尤其是已经下单礼盒的宝贝 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再给大家截一个满屏五位啊 五位前五位下单的宝贝当中 送出哲瀚亲笔签名的海报或者是签名照 好那这一波我们的倒数要不要稍微给大家多几秒的时间啊 好那给他们五秒 五四三二一 来我们来看一下 稍等一下我这边有点卡顿 我相信应该是像直播间的粉丝宝贝太过踊跃了 我们再重新来倒数一下 好五四三二一 发生了什么 我们请工作我们导演大大给我一个手机 我现在手机现在已经不听我的使唤了 对不住大家 来我们来这一排 五四三二一 这样吧 来我们请我们的导演大大帮我一下 来我来我来 谢谢谢谢 谢谢直汉 我来我来 今天这个手机真的是非常的不给面子 OK 好接到了是不是 接到了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是哪五位吧 来 恭喜一下 第一位的话我们没有关注 第二位开始是我们的枝子花 第二位中奖的是我们的叶小阿 然后我们第三位中奖的是温柔圆脸 这几位我们先来恭喜一下 那还有两位我们请直汉再来接两位 好谢谢 还有两个名额 宝贝们刚才没接到的还有两个名额 再解一次 没解到 我们可以再给到一个 刷徐福记张志汉 对我们口令还是徐福记张志汉 大家接着刷屏 刷别的可中不了奖 徐福记张哲也中不了奖 好的 谢谢直汉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波的话我们要恭喜第一位 我们的庄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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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的名字可真棒哈 然后第二位是我们的黎莫CMM 恭喜这两位 然后呢我们也让粉丝宝贝来庆行一下截图 然后带着截图去私信联系我们的天包客服来对讲 好的 谢谢直汉 刚刚又跟大家抽取了五位 刚刚这五位获得的是直汉亲笔签名的这个海报 或者是签名照啊 然后的话要问一下直汉 刚才我们用这个礼盒给大家现场DIY了一个新的有创意的吃法 那这个礼盒当中三个产品里面 你自己印象最深的会是哪一个呢 嗯 当然就是我们的鸡蛋沙漆嘛 为什么是它呢 小时候的味道 刚刚我 就是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对吗 就是吃完口有点感想喝口水 我们现场可以有水吗 我们的导播大大辛苦 我们拿一瓶水过来吧 好不好 对因为 而且最近就是徐福记很多新品也是让我自己非常种草的 说到这个原味的鸡蛋沙漆嘛 真的是非常适合当早餐的一款零食 因为它精选我们的农场鲜鸡蛋 一口松软美味清小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大家早上呢 也如果说来不及的话 就可以给自己准备一个有营养的早餐嘛 那在这边呢 也是要再次跟刚刚进到直播间的粉丝宝贝来说一下 大家可以多多点击上方的关注按钮 来关注一下我们徐福记官方旗舰店 并且呢我们记得在直播期间下单 也就是今天我们的20点到21点期间下单呢 我们会给消费10副Top5的宝贝们送上哲瀚的清理清零教一张 另外时段记住咯 是20点到21点 那购买礼盒的宝贝刚才我们也送了两拨礼物出去了 当然记得大家可以去领取一张 我们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准备到的 专属的我们的一个30元礼盒优惠券啊 记得要多多的关注哦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很多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 我觉得哲瀚可能会回答过很多次了 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好奇 哲瀚是一个喜欢吃的吃货 那怎么样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还能够保持自己的身材的呢 除了平时喜欢运动之外 我觉得吃也是非常的重要 对三分靠练七分靠吃 七分靠吃 对对对对对 比如说有的时候早餐和午餐 我觉得是特别的重要 晚餐有的时候都可以 如果是你要减肥的话 或者是都可以选择不吃或者少吃一点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 他们其实都比较喜欢运动和健身之类的 有的人他就是因为在运动和健身 就可能特意的不去吃零食 或者是不摄入糖分什么的 想问看只看平时你自己吃的时候 在饮食方面会尤其注意这一点吧 就像说不摄入糖之类的 对对对我觉得是糖分 大家都在说一个抗糖嘛 抗糖是很重要的一个减缓衰老的一个 一个课题啊 所以呢吃一些无糖或者少糖类的 我觉得是比较对人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 而且不太容易发胖啊 也比较适合就是喜欢锻炼健身的朋友吃 所以呢之前我有吃这款无骨牛奶酥 就是好吃然后也很健康 无糖是吧好像是无糖吧 是的这款它是无糖的 因为它是非油炸无折糖并且含膳食纤维 而且添加了我们的高盖奶粉啊 还有五大穀物添加物是超过了25% 口感呢大家吃过的话就会知道是非常的酥软 然后就非常的适合大家 无蔗糖 关键这个是无蔗糖 对 没有糖分 重点来了 就哲涵刚刚提到现在很多人都在抗糖 哲涵你身边抗糖的朋友是占据了百分之大概多少 你有算过吗 大致算一下 会不会遇到一个朋友就说我最近在抗糖 我不吃甜的之类的 可能我没有那么多朋友 哈哈哈哈这就谦失了 对 所以身边有那种养生达人 就是在给我一直推荐叫抗糖啊 然后怎么怎么一直一直在跟我分享 就我身边有那么一两个朋友就是 呃很很喜欢对这个养生啊 包括皮肤的这个管理啊 包括就是像抗糖这类延缓衰老 他们是有他非常的信的 只要你隔一段时间见到他 他就会突然发现一个新奇的东西 然后说给听 然后就学习到了 哦就是身边会有一些精致的朋友 对听他们的就可能没那么大问题 哦哎我也想要有这样精致的朋友 真的非常的开心 但其实我们这一款五股牛奶酥啊 之前就还有拍摄过我们的宣传片 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次吃到我们这一款五股牛奶酥的时候 谢谢大家